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位聽眾就送了一件事給我和陳洋博士 是的 多謝支持 也多謝請我們吃 希望大家繼續在鼎力支持我們的節目 起碼都保持著聽我們 不止聽的 在能力範圍之內都要支持陳洋博士 是的 都有人繼續有獎賞一下 非常感謝 因為我之前也提過的 現在已經少了一個地步 我會記得大家的了 所以儘管做 我們說回這個轟動國際的科技新聞 就是中國的常俄六號探閱計劃 在月球的背面成功採養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佈中國就是科技強國 是不是我們都應該包揚一下呢? 這麼說 至少我們都答應了 在那個常俄六號任務升空的時候 我們有報導過 介紹過 還有我們也答應了會跟進的 因為整個任務就是由發射到現在的歷史都成幾十天的 其實剛剛就是叫做收網了 正正式式在月亮上面 尤其是在背部那邊 拿到那個泥土樣本之後 拿到挖到成功地回來 所以我覺得以那個任務本身來講 整個設計 所有之前做的目標是完成了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是 它能夠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任務 是拿月球背面的樣本回到地球那裡 先前就很多向著我們那面的月亮樣本 我們拿到很多的了 如果你說以重量來計 就一定是美國第一的了 時間也是他們最早 但是背面來說 常惡任務是拿到背面的 就是泥土樣本 就有它獨特意義在那裡了 但是為什麼美國這麼久都不去做這件事呢 是不是他們沒有能力去做呢 我不會說沒有能力去做 即是接下來他們要不去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你計算一下成本效益 你去你只是為了拿些樣本去 還是要achieve 即是反正你都能搬東西上去 那一定是有一些更加值的任務 所以你就看到有那些 Artemis 的任務 接下來是說搬基地 搬屋上去 對於中國來講 以它自己的任務進度來講 由它原本是兜去月亮背面到現在可以拿到樣本下來 那它在他們自己的跑道裡面也是在三級跳 所以就 我不會刻意地去這樣去平衡地去比較 在這些弱進上面 即是起碼在自己計算 究竟自己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我的能力可以撐下一步 撐到幾大步 這件事就不需要跟別人比 但是總體上的進度 譬如哪個先進 哪個後進 這樣就可以比較客觀地比到的 嗯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都是在科技的領域裡面 其中一個中國就是第一的 那這裡首先就一定要講清楚這件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會不會有一天美國去櫃球 去中國給一些土壤他們去分析研究呢? 那我覺得又不需要這樣 就是 除非這樣 你除非美國突然之間發覺自己以後 沒有能力掌上太空 那它可能就要求合作一起去做些樣本來看 但是其實呢 去到這些位置呢 有一點點像大航海時代 你發現了一個新的殖民地 然後自己霸佔了 其實未必是最好處的 就是我會覺得在這些太空的研究探索裡面 尤其是說接下來的任務 是人類去叫做征服月亮的那個居住環境 所以很多的資訊是互通的 最後大家有好處 就是那種壟斷那樣東西其實 就是不知道你見到怎麼都會有些是 就是侵誰玩不侵誰玩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說 大家是幾個國家一起做的 那又記得上次介紹上俄任務的時候 我會說這次上俄6號任務 它是牽涉到那個國際合作層面 應該是這麼多次以來是比較廣泛的 它幫巴基斯坦放了一些儀器上去 幫這個歐洲太空總署和意大利 都放了一些的探測儀器上去 方便我們了解月亮那個的環境 尤其是月亮比較靠背面那裡的環境 就提供數據有利於美國將來再 或者是其他國家擺研究儀器上去 當然如果我們想著去征服這個月亮的居住環境的話 我們知道越來越多的地表數據是越好的 雖然我們人類就不會住到月亮背面了 但是始終就是知道越多 我們有時候要放一些儀器上去 那以我們起碼以我們所知就是說 如果你想量一下一些宇宙學的研究 一些宇宙去很早期 譬如有一個叫黑暗時期的一些狀態的時候 月亮背面那裡設立一個鐵電波的基地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來的 所以了解了那裡的背景輻射和那裡有什麼射線啊 那些東西是有那個貢獻在那裡的 那譬如說上俄六號去拿了土壤樣本出來 你看到那裡那些土壤的放射性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原來是可以和前面是有不同的 如果你能夠發現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那我就覺得這個貢獻不只是說 對中國自己本身了 是一個可以對於整體人類的一個貢獻 那當然在這個探索裡面呢 你會發覺 剛才都不小心提到的了 意大利去放儀器上去 歐洲太空總署有放儀器上去 都是去搜集這個月球表面的土壤的數據 美國自己也都有擺 所以就是說大家在不同地方各自努力 去令到我們對於整個月亮的那個地質狀態 可以更加了解 好了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看看 它分析了才再說 但是現在這麼多這些太空船啊 火箭啊 會不會又不覺得現在兩個會掉下來地球 就是撞到人呢? 那發射任務有成功有失敗 那麼一定會有的了 還有有時就超出魚 就是因為呢 現在我們用的火箭技術是一些二級推進 不是說一支射上去就算了 你無論你是射多少支上去 總是要有一截跌下來的 就是你要脫掉這些東西呢 才會令到你上面那一截可以繼續上去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地球在用的那些化學原料 做推進的那個限制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二級推進火箭技術呢 就是如果你那個星球的萬有引力 是好像地球 甚至比地球更加厲害的話呢 你就一定是要用多重的分級推進火箭的 那麼現在有人就說可能呢 在月亮那些火箭要離開 離開月亮甚至離開火星表面呢 就不用做二級推進的了 就可以一支這樣就 整支過這樣就飛回來的了 那麼現在都還是 就是理論上計算是可能的 但是沒有這樣去做過 但是其實你說今次的常鵝任務 或者以前的阿波羅任務都好 你是可以完全拿著一架太空船 就這樣一架整架就離開月球表面地面 就翻上去軌道上面的 因為月亮那個的地深吸力就更加低了 那麼說回剛才你說跌東西下來呢 你久不久都看到新聞的了 美國又有些火箭殘骸跌了下來 那麼中國又有火箭殘骸跌了下來 其實一直都有的 不過跌了到海也少些人會看到 是跌了到陸地 如果跌了到陸地之餘 還要是附近有民居呢 那就窄小一點 那麼現在這個台長你看到的畫面就是說 一個佛羅里達 你知道佛羅里達就很容易聯繫到太空發射的東西了 那麼就有個家庭就投訴就說 有個太空那些火箭發射的那些推進那些東西 就跌了下來就應該弄壞了它 就是令它有財產損失了 那麼它就告太空重存 OK 這樣 那麼我覺得這個就比較花邊新聞了 但是通常這些東西都是在保險公司賠的 這些東西都是 那麼 不是哦 你如果這樣說跌下來可以撞壞一間屋的 那麼容易走一街 你弄壞這樣的東西就跌下來的 那麼 所以這個是要避免的 你計算軌道的時候呢 其實你正路來說 就應該那個推進火箭那個東西呢 是應該跌落一個預定的範圍那裡的 那麼現在你去跌歪了呢 那麼其實應該是有些錯誤 是需要去檢查一下在哪個環節出錯的 那麼也都 剛剛也是這個星期的消息的 那麼就在大陸那些社交媒體那裡 有人都傳了一條片出來呢 那麼我可能會在另外一個節目裡 才會再詳細一些說 那麼就是 在中國應該是貴州的地方 那麼有一支火箭的殘骸跌了下來 最恐怖就是那個畫面看到呢 就是也都是很近周圍的那些農村民居之餘呢 之餘呢 主要是火箭那個尾呢 是一直是標著一些橙色的煙 那麼這些橙色的煙是代表著 其實是他們用的那種是那個爆炸性 還有那個毒性 還有腐蝕性很強的一種在燃劑來的 那麼所以如果是遇著 你有件硬的東西摘到人 那是一個傷害了 你如果摘不到人 有些化學液 有個爆炸出來弄壞東西有一個傷害 但是如果炸完之後 還有一些毒的東西留在那裡 就第三層傷害 那所以呢 所以現在就是說 你無論各國去做那些火箭推進 都避免用一些對環境比較傷害大的火箭 但是那種用腐蝕性燃料比較高那種 你見到在中國有一些的火箭發射 依然都還在用這種燃料去出任務 那它發射的時候你很容易會認到的 整個橙啡色煙 就是一個煙這樣出來 周圍的人都要疏散了 周圍的植物都要打死了 那就是這種燃料來的了 但是這件事呢 就防不勝防的 如果你說真是砸到你的頭 或者砸到你的家裡 你掉了下來撞的 你沒得爭的 是 但是現在就是什麼呢 就是佛羅里達州 在一個地方叫做Napos 這個名字是意大利的名字 就是拿北勒斯 或者拿波里 那是告這個太空總署 索Sir很少錢而已 八文美金而已 那太空總署應該給得起的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現在在看上去這個 就是我們太陽系裡面的行星 有什麼新的東西呢? 那有一個小小的有趣天文發現 要跟大家說 那木星就算大家 你不用望遠鏡看 要你用眼去拍 很多熟的人你都知道的了 在平時的天空比較 就是天黑不久突然之間 你看到有顆特別光的星呢? 很多時候是木星來的 那還要是我們 就是早前都 我記得有時候 台長你出的短片 我也試過拍過 說那些什麼 有木星不知道衝什麼星那些 我們有拍過一下 那木星最大的特徵 就是它有個大紅斑的 你用個厲害的那些雙筒望遠鏡 用手拿著 你都看到那個星上面那個紅斑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那個木星上面那個紅斑 就是很早的天文學家 都已經有人 是用一些光學的望遠鏡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們就說 那個這樣的紅斑 就是一個歷史很久的風暴 就是已經存在了很久的了 我們地球上面打的那些風 打幾天而已 一去到陸地那裡就消散了 但是木星那裡因為它沒有陸地 沒有地殼 所以它這個風就一直存在 可能那些人就會說到 那這個風本身 都可以裝得到整個地球的 這個這麼大的風應該打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些人就說百萬年了 其實就是這樣 沒有人能夠真的證明到的 但是因為我們一直去追蹤著看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跡象 它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所以大家傾向覺得這個 就是以我們認識的這些這樣的流體力學 我們會覺得呢 你沒有東西阻止的時候 通常這件事情是很久的 但是很有趣的 在這個星期有人就做過研究 他純粹用電腦模擬的研究 就說呢 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 就是說這個木星的大紅斑 其實不是形成了很久的了 他可能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 當然他沒有證據 沒有過往的相片可以看得到的了 而且我們去看這些天文尺度事件 你是天文數字這麼長的時間 你就很難有觀測證據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現 你唯一依靠的就是一些電腦的模擬 你去計算一下 譬如我放一個模型 他運算在這裡究竟可以歷時多久呢 那就發覺原來這些 這些木星的颱風系統 應該就不會歷時很久的 他甚至說 可能只不過是形成了 就是以千年計算 甚至以百年計算的 可能是新的東西來的 這個是相對於宇宙的 如果在地球來說就很久了 打了一個八百年的風 你就知道有多恐怖 但是你以那個木星來講 一個風只是打八百年很壞 如果地球上那些風也是 你如果不是有一個陸地在那裡 你基本上那些風是可以一直不斷打下去的 一直那些颱風登陸才會消散 你很少看到那些颱風 就是通常它一直在那個海洋 那個海水有些熱的海水一路出來 就繼續去的 這裡又要提多一件事 這個是我記得 我自己讀大學本科的時候 是拿來做考試題目的 他就說他怎麼說呢 可不可以由木星這個大紅斑 這個這樣的颱風 它旋轉的方向 加上我們對木星自轉方向的資料 來去決定這個颱風 和我們地球的颱風有沒有分別 我們地球的颱風怎麼形成呢 就完全就是因為 除了有這個海水的海水向上升 令到局部有那些氣壓高低之外 是一定要加上那個地球自轉 你要有地球自轉 才令到那些風 即是令到空氣 它企圖由高氣壓 湧發低氣壓的時候 就會做了一個漩渦出來的 這個是因為地球本身正在轉 你才會有這樣的現象看到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 地球上面那些颱風 是一個叫低壓系統來的 就是如果大家很記性 你看到有風打來的時候 你看到風眼的位置 那個氣壓的數字特別低 那些地球上面見到的颱風 巨風 甚至龍捲風 那些系統是低壓系統來的 但是很有趣 六星上面這個不是低壓系統來的 是高壓系統來的 就是說它這顆這樣的大紅斑上面 那個氣壓是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周圍有些風是向外吹的 還要是旋渦地向外吹東西出去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這件事就很有趣了 我們那時候就會想 就是說裡面的中間那裡 應該就是在這個紅斑下面 是不停地有東西湧上來的 圓圓不絕 因為那些物質不會無中生有的 一定是下面有東西湧上來 令它不停地去維持這個高壓 令它有東西向周圍這樣 漩渦地扔出去的 所以在那個木星的大氣下面發生什麼事 還有它為什麼形成這個高壓系統 其實又是完全另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還有通常這些高壓的話 你不會預期很穩定的 因為扔掉了就沒有了 就是說你去不停地 源源不絕供應一些東西上去 你是需要有一些獨特的物理機制 地球上面你怎麼可以做到一個低壓 因為那裡有一個熱海水在那裡 海水提供能量 我們就知道那個低氣壓可以自然地形成 但是對於那裡來講 那個熱力學是怎樣 那個流體力學是怎樣的呢 就古怪一些了 所以在這裡 如果有人現在提出 這個大紅班這個巨峰 原來是一些歷史年期比較短的東西 我反而覺得 都挺合理的 因為這顆東西本身 應該都不能夠太穩定得太久 應該熬不久 那照計就是說 就算以前古代有人看到 可能是另外一顆東西來的 但是現在這顆呢 就是新形成 已經那個風 有前面那個風打完了 現在有新的風形成了 打出來的 這樣解釋而已 可能會是這樣 但是 這個東西沒有得驗證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說突然之間看到這個風 可以急劇地收縮消失了 那麼我們就會多些人會承認 就是說可能這個風 可能不是歷史太久的東西 嗯 著名的人物 加里略其實是看到的 不過他看到那個 是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這個就... 是的 現在有人質疑的 是的 我們這隻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其實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呢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有機會呢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啦 其實我和阿紀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呢 就是我想說的東西啦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著我們兩個呢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呢 就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呢 就會有通知的啦 好啦 今天神秘的東西呢 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啦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當時是企圖 對不起